勞動部班號上午召開基本工資 審議會議 日前資方團體放話 不會出席參加審議 最後七席資方委員只有兩人出席 不過出席委員人數過半 會議仍然按時舉行 來做一些調整 那麼要尊重各位的意見 所以這是第二個討論案 經過五個多小時閉門會議 第一案將基本時薪由一百二十元 調為一百二十六元 勞資雙方很快取得共識 但是對於現行基本工資 是否需要再調整 雙方出現不少分歧 現行的基本工資要不要調整 勞方資方都有各種不同的意見 差距還蠻大的 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經過一再的折衝 然後中間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稍微休息 然後去做意見的整合 經過多次意見整合 勞動部長最後宣布 基本時薪分為兩階段調整 將目前基本時薪一百二十元 從一百零五年十月一號起 調整到一百二十六元 第二階段一百零六年一月一號開始 調整到一百三十三元 總計調升十三元 總調幅百分之十 基本月薪部分 則是從目前的兩萬零八元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號起 調整到兩萬一千零九元 每一個月基本工資 調升到兩萬一千零九元之後呢 預估會有一百六十二萬多的勞工 因為這樣來受益 那麼如果實薪從一百二十 調整到一百三十三之後呢 預估有三十九萬 餘民勞工來受賄 勞動部長表示調整基本月薪 讓一百六十二萬名勞工受賄 調整基本時薪讓三十九萬名勞工受賄 未來持續保障勞工權益 年底前將研擬最低工資法草案 讓工資問題進入立法院審查 尋求勞資雙贏局面 大陸台北市採訪報導